嗨 大家好 我是小易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Windows系统的官方外挂 PowerToys PowerToys 是微软为Win10以上的高级用户打造的一款 功能非常强大 而且便捷的开源工具集 完全免费 在gethub上 拥有恐怖的12万多颗心 它可以将你的某个窗口 始终显示在最顶部 一套鼠标键盘 就能同时丝滑操控多台台式和笔记本电脑 还能一键批量调整 上百张图片的大小等 一共28个超实用小功能 保证让你的生产力原地起飞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 我们来进行安装 很简单 打开你的微软商店 直接搜索PowerToys 找到这个五颜六色的图标 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当然 你也可以去gethub上下载最新版本 打开PowerToys 在gethub上的官网 也就是这个地址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 往下拉 找到了Lises 这个拉Test表示最新发布的版本 点击 往下拉 这些就是PowerToys的安装包 大多数电脑都是X64架构 所以我们认准带X64的 这里推荐大家选择带User的这个版本 它不需要管理源权限 安装方便 当然 如果你用的是ARM芯片 那就选择这个ARM64的版本 点击下载 这就在下载了 下载完成后 直接双击进行安装即可 点击同意协议 安装 这就在安装了 OK 安装成功 这个是PowerToys的欢迎界面 点击左边功能列表 可以看到每个功能的效果展示和使用方法 安装好后 它不会在桌面显示 而是出现在你的系统托盘里 双击它 我们就能看到所有功能的设置界面了 这是已经启动的功能 这里是所有关闭的功能 点击欢迎使用 即可打开功能演示页面 这里面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无界鼠标功能 如果你经常会同时用到两台或多台电脑进行办公 大概率 会为每台电脑都准备一套鼠标和键盘 使用无界鼠标功能 可以让你用一套键锁 就能无缝操控它们 还能跨电脑复制文件 怎么操作呢 首先 在主控电脑 也就是你插入键盘和鼠标的电脑上 找到无界鼠标功能 开启 选择允许 OK 点击无界鼠标 点击新密钥 这里就会生成一个密钥 这个是主机名称 然后 在另外一台电脑中 也打开这个页面 点击下拉箭头 在这里输入主机的密钥 也就是这个 把主机名称也复制过来 点击链接 主机就会出现在这里 这时 主机这边也会出现第二台电脑 就说明链接成功了 我们移动鼠标 它就会在两台电脑间 无缝切换 非常丝滑 几乎是零延尺 主机的键盘 也可以在这台电脑中 随意打字 这两台电脑中的文件 也可以直接互相复制 复制后 它会自动在桌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 接收复制过来的文件 并且在后台进行传输 我们看不到进度条 窗口置顶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比如一边搬装 一边摸鱼 或者核对数据 真的太方便了 我用计算器来举例 如果不开启窗口置顶 操作表格的时候 计算器就会被隐藏 我们只需要把要置顶的软件打开 然后按住快捷键 Win加Counter加T 周围出现一个宽 就说明已经置顶成功了 这时我们随便操作 它都不会被隐藏 如果你觉得这个边框太粗了 在设置页面 点击固定窗口 可以随意调整边框的颜色 透明度 和边框的粗细程度 再次按住快捷键 Win加Counter加T 就能取消置顶 当你需要复制图片 视频 或者类似这种不可复制的文字时 你只需要按下快捷键 Win加Shift加T 然后框选你想要的区域 文字就自动复制到你的粘贴板了 当你在做设计或者PPT的时候 在网上看到非常喜欢的颜色 很多软件在取色的时候 只能取自己程序窗口展示的颜色 切换到其他页面 取色器就失效了 我们只需要按下Win加Shift加C 鼠标立刻变成取色器 如果颜色比较杂 你还可以滚动鼠标滚轮来放大画面 精确选取某个像素点的颜色 点击即可获取颜色值 默认会提供16镜子 RGB HSL 三种格式的结果 你喜欢哪个就复制哪个 对于高阶玩家 你甚至还可以在设置里 添加更多颜色格式 还能直接在编辑器里微调 点击复制 回到PPT 打开颜色设置 在代码框里粘贴 搞定 颜色一模一样 非毫不差 快速启动这个功能 真的是太香了 尤其对于从Macro转Windows的用户 简直是旧型 你只要按下Alt加空格 就会出现一个简洁的搜索框 说什么都可以 比如我想打开计算器 或者直接在输入框 进行简单的计算 结果就出来了 在这里还能直接打开 我自己安装的程序 查找电脑里的某个文件 比如我想找这个数据统计文件 那就输入数据统计 点击就能直接打开 不仅如此 你甚至可以把它作为 临时的网页搜索引擎 用习惯了你会发现 效率提升了一大截 想要上传或者下载一部电影 中午出去吃个饭 回来发现 任务被中断 电脑已经睡着了 比你还会摸雨 点击右下角系统托盘 找到这个咖啡杯图标 可以一键让你的电脑 无限期保持清醒 或者指定唤醒时长 在这里设置 不会更改系统中的电源设置 选择关闭 即可恢复成系统电源的设置状态 如果你在做演示教学的时候 想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你的每一步操作 连按两下Counter 就能使用聚光灯定位 按下V加Shift加H 还能给你的鼠标加上高光 点击鼠标左键 会显示一个黄色光圈 点击右键 则显示蓝色 在设置中找到鼠标荧光笔 可以调整光圈的颜色和大小 如果你是摄影师 电商人 这个场景你肯定经历过 几百张高清圆图 客户催着要小样 可是在发送时 却提示文件太大 用PS一张张改 No 太慢了 看我的加班终结者 PowerToys图像大小调整器 选中你所有的图片 然后右键 看到没 这里多了一个选项 叫调整图片大小 点进去 你可以选择预示好的小中大尺寸 甚至可以像我一样 自定义一个最常用的尺寸 点击调整大小 瞬间搞定 这个是圆图 有一兆多 压缩后就只有80多KB了 拷贝出来的文件 我们可以给它批量从秘密 选择要从秘密的文件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从秘密 比如我们要把这个名字 改成灰沙灶 再输入框 输入要替换的内容 然后再替换为这里 输入昏沙灶 这个是原名 这个是替换后的名字 确认无误后 点击应用 这就替换成功了 如果我想把所有字符都散掉 改成昏沙灶 并且在后面加上数字来进行区分 我们可以把正载表达式勾选上 然后输入点心 这里能看到每个符号代表的意思 替换时 我们要在文件后面加上数字 避免文件从名 点击帮助 选择这个计数器 文件名后面就会加上数字了 这个文件后缀 我们依然要保留 那就在数字后面 再加上 点击PG OK 点击应用 文件名就批量修改成功了 Windows本身自带了多种分屏格局 用鼠标按住程序窗口 往上拖 就能选择多种排版方式 不过这种是系统固定的 如果你想自定义排版 按住快捷键 Win加Shift加ESC下面的 波浪号键 就能调出PowerToys的桌面布局设置 点击新键布局 可以选择网格化和叠层式两种布局方式 一般我们用网格化会比较多 点击创建 就可以直接划分区域 调整区域大小 按住Shift键 可以切换竖切还是横切 按住调整按钮 点击Delete键就能合并 或者按住鼠标左键 同时选中多个区域 点击合并区域进行合并 设计好后 点击保存就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些区域间隔太宽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按钮 在这里可以调整网格距离 或者直接关闭距离 设置好后 点击自定义布局 让它变成选中状态 新的自定义网格就创建好了 使用时 我们只需要按住Shift键 拖动窗口 它就会显示我们刚刚设置的布局 想翻到哪 就把窗口拖动到对应的区域 它会高亮显示 松开鼠标就会自动吸附上去 我们每天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电脑 然后一个个打开办公软件 微信 邮件等 我们每天都必须要用到的工具 有没有可能有那么一个按钮 一键就能打开所有工具呢 当然可以 首先我们打开所有工具 然后按住快捷键 Win加Counter加ESC下的波纳号键 点击创建工作区 选择补货 这里列出的就是我们当前打开的所有程序 把不需要的直接移除 然后选择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点击保存工作区 桌面就会出现一个快捷按钮 下次打开电脑 双击 就能一键打开所有程序 如果你记不住Windows的各种快捷键 没关系 你只要记住一个 Win加Shift加斜杆 屏幕上就会浮现出一张快捷键地图 告诉你当前界面下所有可用的快捷键 比如按Win加1就能打开应用商店 按Win加2打开资源管理器 Win加点打开表情符号 Win加Table打开任务视图等等 效果是这样的 Win加1应用商店打开了 Win加2应用资源 Win加3打开爱解浏览器 同样按Win加3 加2 加1 就能依次关闭它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PowerToys里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使用的小工具 比如窗口裁剪 文件锁定 键盘管理器等等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就先介绍这12个 我认为最使用的功能 其他功能也并不复杂 点击欢迎使用 这里详细介绍了所有功能的使用方法 大家可以爱个尝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最喜欢PowerToys里的哪个功能呢 或者你还有什么独家使用秘籍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